一日为师终身为佛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里 教师一直处在绝对的主导地位 但现在一些教师 纷纷发出了自己权威地位下降 薪资太低 社会地位太低的宣言 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师生冲突 校园暴力 甚至出现了学生打教师 甚至是适师的举动 教师从万人敬仰到前夫所指 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新时代里 部分的教师成为了表里不一 不敬业的代表 教师何德 教师何能 我们的小学教师 中学教师 总是教导我们要诚实守信 在平时的教学里 也总是传递一些正能量的观点 但当需要遵守诚信的事 发生在教师自己身上时 教师往往成为了一个 阳奉阴违的小人 我们曾经上过很多的公开课 明明应该诚实守信 做到考官在与不在一个样 但是教师却会在课前 安排彩排 细致到每个问题有谁回答 怎么回答 一场公开课 硬生生变成了一场表演课 之前许多教师都会在周末 开设特长班 什么奥书班 写作班 你会发现 考高分的都是这些 参加了特长班的同学 并且教师还会让这些 参与了特长班的同学 来分享经验 一个教书育人的场所 变成了教师群体的营销场所 我甚至听说过 一些教师在正常上课时 不讲重点内容 只在课后补习班 传授真正的重点内容 或者简单来说 就是考高分的秘籍 教师 无德 说实话 我对教师群体早已形成了偏见 只有那些学习能力弱 早早就被中国教育体制淘汰的人 才当了教师 在我看来 中国的教师群体 还是庸师居多 目前中国最主要的九年义务教育 有海量的教师 仅仅只是中专大张学历的文凭 并且他们的初中和高中学习成绩 也是烂得一塌糊涂 不然也不会仅仅只是上中专和大专 如果你有教师朋友 你就会发现 他们基本每天都在抱怨自己的学生 抱怨自己的工作 但是却没有人去辞职转行 仔细分析就是 他们如果辞职转行 他们根本找不到 比目前这份能够吃大锅饭工作 更好的工作 牢骚满腹 又没办法改变现状 典型无能的表现 而且绝大部分的教师 都是从学校毕业之后 直接进入了学校 根本没有太多的社会阅历 对于班主任和语文老师 他们也仅仅只能通过自己的理论知识 来教导学生 每一个班主任和语文老师 都教导自己的学生 面对困难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力 但是如何去做 却不知道如何回答 一方面是自己在曾经的学习困难面前 大部分的教师 都是退缩的那一部分 另一方面 从学校读书到学校教书 从来没有离开过单纯的学校社会 也使得教师没有面对社会困难的压力环境 事实上 大部分的教师先天不足 依旧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填补 你会发现 教师总是在鼓励努力学习 终身学习 但是教师在正常教学任务以外 显有去提升自己教学能力 或者去提升自己的个人修养 基本上男老师在玩游戏 女老师在讨论八卦 先天不足 后天还不努力 教师 无能 但为什么无德无能的教师 依旧活得这么滋润 因为现在的教师 仅仅是中国教育制度下的一个工具 一个传身筒 教学的基础定义 应该是教师把知识和技能 传授给学生的过程 但在翻阅资料的时候发现 在一篇《教学教育教学的教育性》文章里 作者是这样定义教学的 所谓教学 是指教师将一定的教材内容 通过一定的手段传播给学生 我其实挺佩服这个作者 把现在的教育制度一针见血地表述了出来 教师仅仅只是一个工具 把教材内容读给学生听 你们会发现稍微聪明一点的学生 其实看教材书就可以学会教材知识 根本不需要教师这一个工具 现在大家评判一个教师好与不好 评判的标准仅仅是班级的考试成绩好与不好 至于这个分数 是来自于教师使用暴力压迫 还是心理诱导 或者是体海战术 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结果是这个班级考试分数高就行 至于我认为的教师最重要的品德 在这个时代好像一点也不重要 私德有问题 无所谓 只要教出的学生能考高分就行 毕竟好像言传身教 以身作折 公亲师范 竟然对教师的基本要求 好像其实挺难的 而且现在的家长也是为分数论 家长对老师的唯一要求也仅仅是分数高 子女分数高 家长就是老师门下恭敬的奴婆 但是一旦子女分数下降 家长就变成了蛮恨的恶主人 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都可以总结为金钱关系 而在学校 学生和教师都成为了为分数努力的考分机器 本以为大学的教师无需受制于分数 可以给学生全新的教学 关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但仔细研究发现 大学教师也不过想着多发表几篇论文 如何提升自己的职称 至于学生 期末最后一节课 直接把考试答案隐晦地传递给学生即可 反正学生成绩的好坏跟大学教师的职称 也无多大的关系 一位位的大学教师 其实跟工厂里打螺丝的工人毫无区别 几十年如一日的讲稿 既无生气 也无激情 不过是金钱下的努力而已 小时候一直觉得教师是一个伟大的职业 是人类知识和人文精神的传播者和创造者 他们本应该是最具有人格魅力 最具有人文思想的侃模者 新闲者 但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 现在的教师 还能称之为中国国民灵魂的塑造者吗 或者说他还能传播中国的人文精神吗 或许这个社会已经不需要一个道德高尚 言传身教的教师了吧 毕竟 现在评判一个教师的好坏与否 仅仅只是学生的分数而已 如果用分数来评判一个教师的好坏与否 未来最好的教师必定是人工智能AI 我个人其实是非常尊重教师的 但如果是工具的话 那只不过是你情我愿的生意罢了 感谢观看